好 昨天下午在基隆酬禁公園路口 發生的這期大規模走山 可以說現場所有人是驚慌頭順 但還是有民眾走到土石給砸傷 緊急送往醫院來救治 至於另外一名傷者則是 到院就被斬斷出腹部有內出血 隨即也進行了開刀治療 索性手術之後意識清楚 生命狀況穩定 大量土石傾斜而下 機車騎士看見這一幕 嚇得趕緊回頭 什麼都不管了 猛吹油門 逃命要緊 面對突如其來的山崩 男子大聲吶喊要大家趕快逃跑 就怕這一塊塊的巨大土石 再度崩落 民眾紛紛從車裡爬出來 但有一名女子被這一幕嚇到腿軟 她在計程車裡動彈不得 她的先生不顧自身安危 衝進現場把太太從車窗給救出來 女子下車後依然餘悸有存 走路都走不穩 還得靠丈夫搀扶 可見災害現場有多驚險震撼 我就趕快把她搖下來 搖下來我的腳出去之後 正好有個太太經過 看我爬不出來 她就拉了我一把 把我腳稍微往上頂 還是這樣 我就順手就拉出來了 3號下午 基隆朝進公園 大面積土石崩落 波及多輛汽車 有人聽見巨響 還來不及回轉 就被土石困住 導致車門完全打不開 只能透過車窗從後面逃出來 場面相當驚悚 秀出一大片淤青民眾雖然不算嚴重 但因為有撞到頭還需要後續再觀察 但有人傷事更嚴重 就有一名46歲王姓男子 宋醫師全身查錯傷 醫師診斷發現他的腹部有內出血 傷事較為嚴重立刻緊急開刀治療 有發現他腹腔內有出血 有一個很大的血腫 所以昨天有安排緊急手術 一直到今天的凌晨手術才結束 說新經過搶救 王姓男子醫師清楚 隔了一天 生命狀況逐漸穩定 不過醫師還是要將人注意的觀察 畢竟非來橫禍 誰也不敢掉以輕心 這段報導